阿智 引起, 師父了 走了也不跟她說一聲 就這樣不告二比 Merry, 怎麼了? 什麼不告二比? 寶貝, 等一下 阿智走了也不跟我說一聲 就這樣不告二比 阿智屬於走了, 他去哪兒? 他... 大把便貪收了 婚禮說, 他會想下去 寶貝, 你說 我是不是對阿智還不錯 他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太過分了 Merry, 我聽到的不是這樣 阿智叔叔啊, 他其實只是家裡有點事 他回他家 一個月而已啊, 一個月而已 很快就回來了 是這樣嗎? 嗯, 真的 對啊 這是阿智叔叔親口跟我說的 好啦, 你不要太哭了, 不要太哭了 我們肚子有點餓 你先煮東西給我們吃了 好啦, 好啦, 等一下 Merry,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不告而別的英王怎麼說 阿智, 我去香草借你回來 等我, 阿智 歡迎你去, 歡迎你去 哈哈哈哈 他不告而別要怎麼講呢 有一個很口語化的講法就是 He just took off He just took off 也就是, 他就走了耶 He just took off OK, 然後呢, 就要教大家這個 Take off 它有兩個感覺 一個呢, 是飛機起飛 飛機起飛 就是 take off Take off 然後第二個用法呢, 就是走了的意思 譬如說呢, 我在一個party上 然後我說, 我要走了 英文怎麼講呢? 你可以說 I need to go 一個很口語化的講法 那可是這裡呢, 你說 He just took off He just took off He just took off 意思就是 他就走了耶 越加了這個 just 他就走了耶 He just took off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學會 這個時候學會 來 阿智姐姐 你來了 阿智姐姐 我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們 你看我帶什麼東西 來給你們 謝謝阿智姐姐 來 坐 隨便,你坐 阿智姐姐, 你什麼時候回來了 才剛回來 阿智姐姐 又變胖了 不要鬧啦 吃太多了 佳佳, Mary啊呢 Mary啊, 他出去了 出去了 對啊, 下午有個男的 打電話給他 結果他就高高興興的出去了 男的 他會是誰啊 他有沒有說他幾點回來 沒有 他說 晚餐在廚房裡面 他就匆匆忙忙的走 來 奇怪 他這時候, 你要等他嗎 當然 來, 這禮物給你們 對, 我還有這個 這個 只是要再給Mary啊 這不行 這麼晚還不回來 不知道會不會出事 如果要出事的話怎麼辦 奇怪 阿智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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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幾點了 現在 九點半了 九點半了 奇怪 Mary怎麼還不回來啊 阿智叔叔 你還有等他嗎 嗯 回來啦 Mary啊 你怎麼回事啊 阿智你怎麼會在我們家 Mary啊 去約會 好玩嗎 生氣 Mary啊 阿智叔叔好像在吃醋耶 你說你是不是交新的男朋友 我 我 你們誤會了啦 是我姐姐和姐夫來台灣玩 我去旅館找他們啦 你很難心 我就知道每天還不是那種人 我擔心 不要擔心 阿智叔叔 你先告訴我 你還要等他嗎 等英文要怎麼說 唉唷 不要不等了 我們去的兩天啦 你要等他嗎 嗯 我們來學習看 到底要怎麼講呢 就是 Are you going to wait for him Are you going to wait for her 這樣子 Are you going to 你要嗎 Are you going to wait for her 等他嗎 wait for him 等他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得呢 就是等誰等些 不是wait say 是wait for say Are you going to wait for him Are you going to wait for him Are you going to wait for her Are you going to wait for her 小黑啦